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昨天啊日本知名品牌壽司郎在北京開店了 全場爆滿 系統還一度顯示最高的等待時間要11個小時才能入座 平均來說等待用餐需要3個多小時 直接讓小粉紅破防 痛罵這些中國人都是賣國賊 對吧那我也要去這家店把他給吃垮 更搞笑的是雖然這家店是在北京的第一家 但是壽司郎在2021年已經在廣州開了全中國的第一家店了 目前全中共國境內有45家分店 那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現場用餐的畫面吧 北京に初めて寿司廊がオープンしたということで 多くのお客さんが並んでいます 今日中国北京で初めてとなる寿司廊の店舗がオープンしました 平日にも関わらず多くの客でにぎわい お昼時には入店までに3時間待ちとなっていました 价格便宜了可能品質啊味道就下降但是並沒有 吃的還是挺好吃的 吃菜也很快 但是這個口看起來 完全衛生的直接送到你身邊了 福島第一原子力発電所の処理水放出を受けた輸入禁止措置により 中国では日本の海産物が手に入りませんが 寿司廊はウナギやウニ、アワビなど 中国産の商品を多く提供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す 日本の開店寿司チェーン浜寿司も 1月に北京で初の店舗を開店していて 割安で日本の味を求める中国の消費者に向けた競争が激しくなっています 看到這個就讓我想起反美反日是工作旅美赴日是生活 小粉紅跟中共不是喜歡把全中國渲染成 都跟你們一樣反日抗日嗎? U型索拿出來就打這個漢奸或是日本人的頭 砸日本車 反正這也不是第一次發生的 而這兩年以來啊 非常多什麼呢?在街上看到誰穿河斧啊 就痛罵他不然就報警抓他 而警察真的抓了 是吧?我們看到還不少啊 蘇州也好、南京也好、四川、成都也好、重慶也好、山東也好 這些地方屢屢發生這些事情 這些影片大家想必都應該都看過吧? 我節目也分享了很多次 所以粉紅們 要嘛是你們造謠全中國都被你們代表 要嘛就是這些人都被日本人給收買 都是演員 你挑一個承認吧 令我最費解的就是 中國政府因為日本排放所謂的核廢水 所以下令全面停止進口日本的水產 而在中國開店的壽司狼 使用的是中國境內漁民捕撈的漁貨 對吧?這個是壽司狼自己講的 而根據這次北京的一些消費者指引 北京這家壽司狼店的味道跟去日本吃的時候 一模一樣 那就好玩了 如果食材不盡相同 卻又做出了相同的味道跟質感 是不是不太可能呢? 怎麼可能食材完全不同 卻保持跟日本國內是一致的 像我們台灣有些奶茶店也是開到歐洲 開到美國 但是有一些店你明顯發出來 那個奶不一樣 那個珍珠不一樣 那個用料不一樣 是吧? 像是為什麼有些台灣料理 到了義大利開店 到了法國開店 它的味道不太一樣 因為當地可能缺乏了那個食材 當地的那個肉 或是當地菜 當地飯的那個品質不太一樣 所以你必須得賣 跟台灣一樣的 你才能做出台灣的味道 雖然中共政府禁止日本賣魚 到中國境內 但是中國的漁船可以跑去日本附近的海域 捕撈漁獲 這不就解決了食材不一樣的問題了嗎? 食材是一樣的 只是捕撈的國籍的船不一樣 對吧? 中國的船跑去日本捕魚 這樣就不算日本進口了 因為這樣就算中國國內的水產了 有沒有非常搞笑 我就問日本排放核廢水污染的大自然 你們這麼義憤填膺 然後禁止日本進口漁獲 結果你們自己跑去這片核廢水污染的日本海域捕魚 請問中國的漁船捕撈上來之後 是有進化的作用還是怎麼樣? 還是說中國人本身就強身健體 吃了那個根本不會有事 不會有事你禁止個屁啊 所以啊 肯定就是你們中共自己炒作這個核廢水的議題 不然就是中國漁獲公司在傷害中國人的健康 在欺瞞中國消費者 你挑一個傳證吧 這兩件事每一個都非同小可啊 呼籲你們上街抗議 接下來給各位看一下這條影片 中國的共享單車時不時的沒收電動車的套路是什麼? 當天晚上就抓了3萬多輛 第一天插完了 第二天怎麼樣呢? 共享單車一排一排 都上來了 這輩老百姓車上收走 這輩子就上了 人家兩人行這也沒電動車了 騎共享單車了 卡 堵著了 罰管古石 說那我這跟你為啥罰呀? 共享單車 共享單車不行 沒有拍照 說沒有拍照 要我嗎? 哈哈哈哈 沒拍照就騎啊 所以你看他擺的這個邊上是不叫騎的 誰還看有沒有拍照啊? 發錢 他這個 發錢 到時候也沒說出個自顧夢有的 這共享單車 那天我騎了一趟 它是什麼套路呢? 打個比方啊 15分鐘5塊錢 從騎點 你騎 完了這個地方呢 是停車地方 完了你 騎到這13分鐘 搬車 沒人給我 怎麼你 你還不上 他的項顯示 你沒到停車指定地點 你往往就在那等一會兒 剛一過15分鐘 你在這車 手機人都一抄什麼 就15分鐘2秒 多花2塊錢 哈哈哈哈 真有這事啊 你看 我辦事的嗎? 要不是咱倆試試一下 哈哈哈哈 我去到那停不了 還這麼遠 我這騎過來 到這 我還是停不了 停不了 我等著我的車坐著 是吧 我等著 我看 到15分鐘 我這一萬 就15分鐘2秒 這又行了 啊 又多花2塊錢 來回多花4塊 這就是又從老百姓頭裡操的 你操一把 他操一把 人家操的 老百姓操得猛了 要不是老百姓這麼傻 哈哈哈哈 嘿嘿嘿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 不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晚上10點還有一條 不見不散 我是八九